疫情再度升温大学学测即将在1月13号到15号登场 台中考区预1.5万人报考 由文化高中等9所学校担任考场 对此教育局就提醒考生 若确诊需上网填报 并且在进入考场之后 主动告知考场人员 若未告知最终将被取消考试资格 高中的大学学测即将在1月13号登场 一连举行三天 不过由于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近期从国外返台人数增加 疫情有升温的趋势 台中每天都有超过3000人确诊 随着大考逼近 教育局也提醒考生 应注意相关的防疫规范 台中这一次总共有15262人 那在这边要特别提醒我们所有的考生 一些防疫的注意事项 如果在应试的前一天确诊 那一定要上我们大考中心的网站来填报 会安排到居户考场来做一个应试 那确诊考生的交通方式 那得以同住家人以汽机车来做接送 或是搭乘防疫计程车 避免自行骑程脚踏车或是步行前往 这边要特别提醒我们考生 要求我们学校要对考场的内外 做好整体的一个清销的一个工作 来确保我们的考生 跟我们所有事务工作人员的防疫的安全 教育局提醒考生 无论是否完成自主填报 务必在进入考场后 都要主动告知考场人员 将安排到防疫市场应试 如果未告知 最终将被取消考试资格 因为虽然现在口罩今天是松绑了 可是我们还是会担心确诊 因为万一如果确诊的话 我们要被送到隔离考场 这样对我们的考试都会受到影响 另外根据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的防疫准则指出 进场量体温的作业取消 但需全面佩戴口罩 进入市场时需消毒双手 另外也不开放家长和亲友陪考 市场内也不开放冷气 节间休息也在原市场 每间市场考生人数降至36人 另外考生在市场内用餐 将不另外提供隔板 而校方也有准备相关的防疫措施 那包括中午用餐呢 像我们学校虽然考生服务队 有帮同学订便当 领便当回去到自己的考区的座位 好去这个进行用餐 或者是你去外出用餐 所以这个规定是以前你们没有 可能考生不会注意到的部分 学校很贴心有帮我们准备 就是可以订餐的部分 让我们不用去担心午餐 但在用餐的时候 大家都还是有一点基本的距离 所以不太担心确诊 此外也提醒考生 记得在考试当天 攜带准考证 遵守相关防疫规范 才能顺利进入考场应试 操心 Stick 操心 我们在试 repet 细备